工程車上工員們小心翼翼 正忙著拆解布條 煤激颱風直逼全台 大台北防台全面啟動 因為颱風又要來了 所以就甚至全部都拆掉 怕真的要拆走 走在路上時而飄雨時而放晴 雨勢逐漸轉強 煤激颱風七級風暴風半季 從原本200公里 擴大到250公里 速度減慢到22公里 每秒風速43公尺 變強變慢又變胖 接近台灣時恐達中台上限 27號一整天 一直到28號的清晨這段時間 是颱風影響台灣地區 最明顯的情況 氣象局初估 27號清晨颱風暴風圈 將觸入 上半天東部宜花東 強風好雨 估計中午颱風中心登陸後 西半部開始受影響 到了28號 全台才可能脫離暴風圈範圍 整個下雨的情況 在27號就開始明顯增加 一直到28號離開之後 整個本島的降雨的狀況 才會減緩下來 但整個在台灣最明顯的 27號到28號清晨的 整個累積的雨量 我們從圖上可以看到 東半部地區應該是首當其衝 川新台煤跡可能帶來超級雨量 宜蘭花蓮山區恐降900毫米 其次是台東屏東700毫米 高雄新北桃園台中等山區 也要嚴防大雨 綠島藍雨恐吹15級風 宜蘭花蓮台東10級 新北桃園9級 有人跟我講說 凡是叫做煤跡的颱風 最後都造成很大的傷害 當然我們期待 這一次我們這個情況呢 不會是如此 煤跡影響範圍和威力擴大 加上侍逢大潮 全台各地都得繃緊神經 九黃金家園綜合報導